原来全世界的人 当他未有耶稣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顺服着魔鬼 但不是代表他一定是邪灵附体的人 什么叫邪灵附体呢 邪灵附体就是说 当你跟他讲邪灵的时候 你会发觉他的身体会失控 他的意志会失控那种严重的程度 就算很多人未信耶稣 我们跟他祈祷 他不会有这些彰显 是那些人真的有邪灵在他里面 住在他里面 这些人可能是拜偶像本 接触灵界 通常才会有这种严重的程度 就算有个普通不信的人 都未必是邪灵附体 邪灵附体也会有邪灵附体 邪灵附体也会有邪灵附体 或者是影响他的行动 或者有些奇言怪状的发生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好像邪灵在他的耳边 在说话和感觉到吹气 他还说这个人 他说我在床上睡得 会发觉好像有人在走 这个人真的有很多邪灵在他身上 邪灵可以影响人 那么重要 即是说未信耶稣的时候 是谁掌权 是邪灵 未信耶稣的时候是邪灵 未信耶稣是邪灵 那睡得耶稣之后是否立即改变呢 很简单问一个人 你睡得耶稣之后 是不是你就不生气人 是不是你就不贪心 是不是你就不想起这些淫念 是不是你就全心爱主 是不是你放下罪了 很多人都说 不是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严重 因为圣经说到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就是不要犯罪 魔鬼是可以影响我们 比特当他叫耶稣 不要听十字架 耶稣说什么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即是他当时是被撒旦影响 即基督徒可以同时被撒旦影响 可以被神影响 我们越听神的话 就越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功 但如果只是信耶稣 很多人只是信耶稣 他没有这种心 改变他的愤怒 他的待人戒密 他的情绪是没有这个心的 这样的时候 他到底是被神掌管呢 你问是否被神掌管呢 因为是被邪灵掌管呢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是被邪灵掌管的 我不是说好像魔鬼 都掌管了基督徒 不是 但是的确是有很多行为 大家有没有听过 基督徒在家里 和丈夫太太吵架 那些子女也不喜欢回教会 或者在教会里面有纷争 在执事会上吵架 或者里面有分档 一些人不喜欢採谁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呢 其实这些都是被魔鬼用的 所以我们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需要释放呢 就是人们听神的话 就是没有给耶稣掌权 但是很多人觉得 给耶稣掌权 好像做修道士 这些清洁的生命 真的很辛苦 很多人有这种错觉 但其实不是的 你可以享受 这个观念 享受神 我又重溫上节 讲到有些少的 记不记得开心 海耳蒙 上节讲开心海耳蒙 有没有尝试这个礼拜 让自己有更多 开心海耳蒙 就是什么时候 有开心海耳蒙 上个礼拜讲过 轻松 爱神 享受神 享受大自然 做一些舒服的运动 太阳之下 总之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你的身体觉得舒畅 的时候 你的开心海耳蒙 就会分泌出来 这个是很大的礼物 神做人自动有开心海耳蒙 只要你是放松轻松 开心就会出的了 当人经常紧张猛 就会出紧张海耳蒙 但当我们经常都轻松 神已经做我们 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会自动有开心海耳蒙出来 当我们每天都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一种平安兴散的状态 耶稣真好 我感谢你 那些开心海耳蒙出来 就会了 那你的人就会舒畅运 第一就是神的祝福 第二就是开心海耳蒙出来 整个人就会轻松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医治释放 第一就是同神关系不好 就是让神作主俗 很多人是 我用一个例子 譬如他喜欢一个异性 什么人跟他劝他都没用 差不多有些人 你告诉他 这个人也不是真的喜欢你 他利用你 他不听 大家有试过吗 你告诉他 他不是真的喜欢你 他利用你 他贪一些东西 不知道想得什么 或者想跟你有关系 他不是有什么 他不是真的爱你 但有些人都会不听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被自己的自我控制 这样的时候 他是神控制 还是邪灵控制 其实是邪灵控制 所以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在世界里 就是被魔鬼控制 第二就是 当人有罪的意念的时候 或者是不体贴神 就是被撒旦影响 马太十六章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 对比特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半恶角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里我们就会说 比特做得好事 他劝耶稣 不要钉十字架 他是关心耶稣 但是耶稣说他什么错呢 他说你是 体贴人的意思 你是半恶角 就是体贴用人的意思 就是说用人的意思 我们只是体贴我们个人的感觉 我们想做的东西 都是可以给魔鬼使用的 而且他是半恶耶稣的脚 就是说是 难了神的天国的工作 难了基督徒的工作 这样的时候 就是半恶耶稣的脚 这样的时候 就是撒旦在他心里做工 所以我们就想想 到底在生命里有多少 是给撒旦做工呢 如果一个人经常被撒旦做工 他自然整个生命就被魔鬼作恶 但他整天亲近神 享受神 遵从神 做神吩咐的事 神就掌权 神掌权的时候 神充满他的心灵 魔鬼根本就无法停留在这里 但为什么我们说要处理生命呢 因为很多人执着 他以为他亲近神是怎样 赞美天父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他以为这样就是亲近神 是的 不过亲近神都要清垃圾 即他里面那些愤怒 不好的意念 烦恼 激气怒嘈 那些愤怒 那些愤怒 这些愤怒 这些愤怒都要清理 当你完全放下这些愤怒 那些愤怒的神 圣灵就充满你 你就会洁净了 但如果 这个人赞美天父 你都一天在聚会 就很开心 但出去之后 就追求自己的东西 他依然是自己掌管 他就需要处理生命 我们会连续 一连串的 好几堂 就会说到 做以治释放 我们首先自己做 搞定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三 就是人容易埋怨神的 有困难 神都不帮我 神都不爱我 神都不和我一起 这个也是被魔鬼留地步 因为你想想 当你埋怨一个人 无论是你家人 或者是教会一个人 你埋怨他 你不喜欢他 你跟他关系会不会好 不会好的 那你埋怨 一个人埋怨神 自然他跟神之间有敌党 他就觉得神都不好 不好的时候 他会敌党神的东西 他听了神的说话 他不喜欢听 他不喜欢信服神 他不喜欢爱神 他的心里面 就有一种 有个挡箭牌 这样的时候 神要做工做不到 有些人说 为何我信耶稣这么久 我的烦恼都不走 因为他里面 是很多激气怒嘈 他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顶住神 所以神想做工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想释放 就是说 神有帮助我 我留意到 我里面有什么敌党的力量 我一定要处理 我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有什么烦恼 令到我们里面有烦恼的 负面的 我们都需要处理 好了 第四 就是没有耐性亲近神 很多人祈祷 很快便会想到别的东西 或者很快便打开眼前做别的东西 或者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专注 并进入一个异境 譬如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如何 我要永远中主 你带爱 我要永远中参 你人爱 心越来越投入爱主 但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 因为他心里面不喜欢神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需要对神有一种欣赏 神啊你这么好 有些人我都不懂得欣赏神 我都不觉得神那么好 那有什么神的好呢 我曾经说过 有几个范围可以看到神的恩怜 第一就是自然界 神做那么好的自然界 做我们身体那么特别 又有开心 开耳梦 尤其是享受 其实我们人可以享受 享受吃东西 你喜欢吃东西 喜欢睡觉 享受睡觉 享不享受喝水 那些空气舒服的时候 享不享受 那些微风啊 那些波浪声 我们可以享受波浪声 就是神做波浪声 都是很特别的 他就放一个月球 又不是太高 又不是太近 如果太近 那些波浪每天都好像海啸一样 如果太远 那些波浪不够 那些海里的氧气又不够 那些鱼就会死 那些深海里的鱼就会死 但是神做这个月亮 刚刚在一个对的位置 太阳又不太远 太阳又不太远 太阳又不太冷 太近又热了 什么都做得最好的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可以享受波浪声 我们可以享受音乐 神给我们有创造音乐的能力 也要享受音乐的能力 第一就是神所做的万物 第二就是圣经里面讲很多神的爱 第三就是耶稣的救赎 第四你亲近神 多谢耶稣 放松个人 你会觉得舒服平安 可以亲近神 然后享受神的爱 第二就是有困难 求神神会帮我们的 这五样可以看到神的爱 第一就是大自然 圣经 耶稣的救赎 祈祷的时候可以经历 第五就是 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神是会帮助我们的 当你整天这样喜欢神 感激神的心就喜欢神 就能够专注祈祷 和保败怨 在我心里面 我真的很专注 不过我也发觉 有时会弹一句埋怨的笑话 为什么那些人不听话呢 为什么那些人不肯被神改变呢 为什么那么困难呢 人就会这样 但我一弹 我立刻要处理神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不关你事 对不起阿神 不关你事 我们人总会有一些埋怨的声音 这里有没有人从未试过埋怨神 有没有人从未埋怨过神 是没有的 没有人从未埋怨过神 人都会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件事是很破坏性 还有学专注 专注 是可以进入深层的专注 你尽量放松的人 什么其他人都不要想 只想到神 放松了 多谢天父 甚至在这个深度的祈祷 你不一定开声 你这个心里面 喜欢神 多谢天父 耶稣真佬 当你专注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进入不同的意境 我会发觉 进入一个意境 是很灵静 很舒服 一方面 身体会分泌这些 开心瀑尔蒙 第二 人有一个提升的感觉 还有感觉 圣灵的能力是更加强的 很多时候 比如有时 醒了 有时 五点钟左右 五点多 我又会醒 醒了之后 我又会祈祷 祈祷又睡了 所以有时 我一天可以睡了八个小时 我可能一睡 睡了第一段 起床 又祈祷 祈祷又再睡 我感谢神 可以让我有这么多睡眠 我在祈祷的时候 我又不是心急 要快点睡觉 我就会享受神 Hallelujah 其他一段时间 真的感受 在安静的时候 感受神的同在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学习 内心亲近神 专心亲近神 好了 第五 就是很多人 为何跟神有关 关系有问题 就是注目在世界 或者自己的困难 经常都看着 这个世界很难 很多问题 自己的困难 被人击气 被人击亲 自己又不开心 人又对我不好 官司又不好 人有很多时候 注目在这些事情 就变成了 跟神关系受受影响 第六 就是不深信神的爱 不感激神的爱 就是不觉得神是这么好的 就是不觉得神爱我们 其实神爱个个人都这么爱 但是很多基督徒是觉得自己 我是small potato 没有用 我没有什么用 我不会发挥到 那你魔鬼就最开心 魔鬼就最开心 过基督徒说自己没有用 但是神说你是很有用 你是很宝贵 每一个都宝贵 有些人不是 我的智商又不高 我读书又不多 我的情绪有问题 我都如何发挥呢 我想说 当我们真的肯处理生命 享受神 在神的爱中 你本来是有情绪的 本来有困难的 有问题的 当你肯听神的话 被神改变 你的见证是更加有力的 其实当中有人 我辞了会请他分享 就是他也有很强烈的 情绪的困扰 但是他真的很坚决 我听到他的见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很欣赏他的 我也很想他的见证 可以影响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不请他分享 但是我们就会找他分享 就是原来我们 深信神在爱我们 但是这个过程 总会觉得 神是不是在帮我呢 我经常鼓励 我就说 当我们进步1% 1% 立刻说 感谢神 我有进步 是可以的 我是在进步的 我欣赏自己 欣赏神在做功 神在做功 感谢神 这个意念很激烈 因为很多人听过 你放松 放下烦恼 不要想太多 想耶稣 听过很多 但经常觉得做得不够好 但我就说 我们不会立刻做得够好的 但你今天有进步1% 你多了几分钟去感谢神 享受到神 你就欣赏自己 我今天做了几分钟 明天做多几分钟 一路越做越多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进步 就是说 经常都学习感激神 数算神的恩怜 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人好像神 对我们那么好呢 没有那么细心 那么关心 那么有能力 是没有的 并且我可以提醒 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不行 其实我在网上帮很多人 有些人不断跟我说 我都是不行的 你放弃我 我都要放弃自己 我说 这个是你的意念 神没有放弃你的 神看重你的 神很关心你 很想提升你 你一定行的 但有些人总是不肯相信 我希望大家相信 你自己去宣告 神在我心里有奇妙计划 神 我一定可以大大发挥 我下半生可以更加灿烂 我下半生可以更加灿烂 是不是可以 可以 是一定可以的 是没有什么难了 只是我们害怕所以难了 我们以为不行所以难了 但我们听话一定可以发挥到的 一定可以进步 越来越进步 好了 以上所说的就是一些困难 就是说同时关系的困难 但这些困难是不是真的搞不定 其实不是的 不是难得不得了 譬如说我被神作王 有些人很难 改变了被神作王 至于我们怎样呢 我开始被神作王 进步一百分 感谢神 我被神作王 我开始 就算做不到 我将我的情绪交给神 但又没做完 神啊 我尝试不去想这些问题 我就尝试你 想着耶稣 耶稣 多谢你 放松个人 别想那些垃圾 多谢天父 咦 我又在做 感谢神 我开始被耶稣作王了 就欣赏自己 一个锁匙 不是你要做得够好才开心 是你一进步就开心 那你就可以逐渐给神 去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了 罪的意念 有一个有罪 知道罪一定会破坏 所以我立即处理 因为罪一定会拆毁我的 我就放下这些罪的意念 我去 任何罪的意念出现 我怒的人 立即说我怒他 是害我自己的 所以呢 我选择不去怒他 我选择放手 看出他 因为他都被人伤害很多 所以他会伤害人 我就放手 我放手之后 我就可以祝福他 我就可以关心他 那就是 埋怨神 那我们想回 其实过基徒 我想问大家 这里有几个 试过经历过神任何好处的 整理居神 有经历过神任何好处的 好 那就是主 有没有一个人 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好处的 没有 就是个人都有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 好的地方 但很多人就不是 我没有 其实不是神不好的地方 是我没有的地方 那些人这么高IQ 我没有 那些人这么厉害 那么多钱 我又没有 这样想的时候 就觉得神亏待我们 但是其实 不要紧要 神会用高IQ 和低IQ 你说神啊 我想做高IQ 为什么我又不是这么高IQ 那我说过这个大脑可塑性 就是我礼拜有说过 其实我们那些线路 那些神经线路 会越搭越多 只要你肯去用脑 不要只是被动地玩手机 看电影 那你的脑就不用了 但你肯用你的脑 你是会越来越 你的脑越来越活躍 人的脑是有无限的成长的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 时时都有这个心 我可以发挥的 我可以发挥的 这样的时候 心里面正面 我们自然就会发挥的 好 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经文 我先说 就是说 任何一种困难 我们都可以克服 譬如耐性 我可以专心的 我专心到一分钟 感谢神 专心到一分钟 下次专心一点 感谢神我有进步了 以赛书四十六章三节 那国家以色列家 一切成为的闻的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就无我保保 自从出胎便无我怀差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法白我仍怀差 我以造作也必保保 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这个经文很特别 以赛书四十六章三至四节 希望大家可以记这个经节 四十六章三至四节 就是说到神是怎样 自从我们生出来 就一直被神抱住我们 一直抱到何时呢 直到我们发白 头发白了的时候 仍然神一直怀抱住 神已经造作 这个造作是创造 神已经造我们 一定会保保我们 怀抱我们 也会拯救我们 就是说到神一直抱住我们 一直带住我们 大家有听过这个 什么脚印吗 他说呢 为何无了我的脚印 只有一个脚印 以为他是自己走 但有人说 耶稣是保住 这个经文说 是不是困难的事情 有时候保住呢 其实由头到尾都要保住 当然我们都会走 但是是神 能加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到的 即是说就算有个光强基督徒 他的光强是因为神和他在一起 因为神扶着他 好了 为什么修复与神的关系呢 第一 从圣经和经历 数算神的爱和恩典 就是反思 为什么自己不感恩 为自己不感恩而悔鬼全心感激神 就是我们想起我们有多少经历神的地方 由我们未信主神用几多个人带我们去信耶稣 大家会想起你信耶稣的过程有多特别 你真心信耶稣带来那种开心 有几个人经历过 在你信耶稣的时候经历过开心 那你想起那时候经历过开心 或者信主之后经历过平安喜乐 安助爱 我们想起几多次 其实很多时候人又不计算 只是觉得很多次 不过我忘记了多少次 但是就注目在那些困难 但是我们想起我们有多少次试过 那我自己是顺量记得 我曾经差不多拉了一个杂 夹着我手指 套了几个月 我就记实是神保守我的手指 而不是今天我也不能彈这样 不能彈吉他了 握手就只有两只手指握手 可以完全不同的 我的眼睛可以被人无意中打盲了 可以单眼的 但是神给我这些一切保守我 我经常都记实 神给我平安、轻省 帮助我处理很多问题 我感谢神 我经常记实 我记实的时候 就算有困难 我就不会败怨神 我总是说是人的问题 不是神的问题 而神会使用这些 帮我去处理生命 我感谢神 天准一圣有中派的文字部 会帮我印 明天他又说了一个好消息给我听 就是他们的文字部 会偶然请一个大基督教的书局 他的设计者加入他的团队 请了同工 他说他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帮我设计轻松得胜 那本书的那个牌板 我感谢神 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人物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多谢天父 我心里给一种感谢天父 神预备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经常说 神预备最好的 我们想起有多少好的 但其实我轻松得胜 这个教导在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呢 就是我在困难中生出来的 是被人伤害很多次的时候 我学习的都不被人伤害 被人击撑 被人说闲话 被人排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坚持以教神 以及一步步去处理 其实有很多这些教导 在这几年当我教导人的时候 神一路教我的 我一路教人 神一路教我 在我这几年回到香港之后 开始就有 其实那时候没有兴生得胜的 开始我开始说一些要点 然后后来我就在那里天排 其实过程我和太太在想的 我想过十点 就是现在有十点了 在兴生得胜里面有十点 开始只是有一个点 就是不要被人影响 就是不要吃垃圾 后来一点一点加下去 这个就是神会使用困难去帮助我 所以希望大家 数算神的恩怜 放下那些垃圾 第二 在亲近神的时候 看平安兴生为神的爱的表达 大家试试这一阵放松 想着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救我 想一下天堂多好 看这一阵 其实祈祷大家可以用visualization 就是一个图像化 不是偶像化 不要想耶稣的样子 只想到天堂多漂亮 大家试试想一下天堂多漂亮 想一下耶稣走过来 你不用想他的样子 耶稣很开心地欢迎你 拥抱你 你试试 就是想像这个图画 主耶稣 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去天堂 耶稣你会欢迎我们 你会很开心 天堂里面的圣徒和天使都很开心 我们自己都会很开心 我们就享受神可以进入这个情景 我在这一阵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可以放松自己 我可以不要介意 我放松了自己 我不用紧张 不用介意任何的困难 我想到耶稣就欢迎你了 感谢耶稣 大家可以留意一样 你呼气的时候 你发觉放松容易一点 你试一下这一阵 呼气 放松自己 你会留意舒服一点 在我呼气的时候 因为在呼气的时候 自然的肌肉会松一点 在呼气的时候 因为在想着耶稣围住我 耶稣安上我身上 感谢耶稣 好 有几个人 在这阵你觉得平安舒服轻松地去上 有几个人觉得 那你就将这个汉围 是神的爱的表达 就是神就会当你这样 他就会将他的平安 轻散赐给你 就是他赏赐你 他祝福你 他帮你 就是这个是他爱的表达 就是每一个经历神的东西 吃的东西 感谢神 是神的爱的表达 任何的东西 你见到开心的 这个是神的爱的表达 好了 第三 反思如果没有神的喜悦 自己有些什么 如果 就是譬如神不喜悦我们 我们生命会怎样 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会怎样 没有了神的喜悦 就是神如果不宽理我的时候 我可以失去什么呢 我可以失去天堂 可以失去喜乐平安 失去力量 我还有些什么剩下呢 如果神不喜欢我 我还有什么剩下呢 所以我要靠耶稣 欣赏耶稣而 欢喜 活在神的喜悦之中 追求神的喜悦 黄华书十二章一节 一节 和二节的小部分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衣的 是神所喜悦的 叫你会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顺全 可喜悦的 这要讲到两字的喜悦 就是将身的喜悦是神所喜悦的 没有效法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擦验 何为神的善良顺全 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说 当我们将身去献上 和没有跟随这个世界 而心意更新而变化 神就会将 一个最完美可喜的旨意放在你生命之中 那就是神 如果没有你的计划 没有你的完美计划 我的生命就很差 但没有你的完美计划 我的生命就很光辉 我就可以追求这种丰盛的生命 我可以追求 走在神的旨意之中 就是说 没有神就多差 有神多好 我听神话多好 那我们就追求 土神的喜悦 土神的喜悦 所以你不用想 糟了我做不完 你应该在小组 投入分享 已经是土神的喜悦 你在小组分享 很想 跟神有一个伤害的关系 我很想处理生命 你将这东西开放出来 然后你听 大家的分享回应 这样 你已经是开放 给神改变你的生命 神就喜悦 就是不要想 我要一百分 才是神的喜悦 神是很特别的 你一分 神都喜悦 你一分 神就不会说 你九个九分 还可以 只要你一杯 凉水给小子 都不能给你赏赐 你一分 愿意为神而做 神会宽利 是不是很容易 神的特色 他特意说 最简单的东西 你做了 我都喜悦 所以你就说 我没有神喜悦 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有神喜悦 什么都有 而我可以从最小的开始 神就开始祝福我 你就开始发博你自己 平安 喜乐 轻散 有力量 睡得更好 健康 或者各样的恩典 来到你身上 好了 第四 就是一起读 真心悔改 珍惜神 珍惜生命 善用任何时间 亲近神 欣赏自己进步 讨神喜悦 并不能 就是既然我们知道 第一就是神那么好 数算神的恩典 每一次亲近神 神都在祝福我 又想想 如果我没有神喜悦 我什么都没有 既然是这样 我就要讨神喜悦 那如何讨神喜悦 真心悔改 就是什么的罪 什么的罪 其实都没有益处 有些人喜欢看不应该看的电影 甚至有色情的电影 就觉得是一种快感 但其实是在拆毁生命 得不到神的喜悦 那你是神 我放手 我真心悔改 或者有烦恼 我真心悔改 我又珍惜神 因为神是给我一切的 我又珍惜我生命 因为我们将来有的什么 就是有神和有自己 所有的钱财 金银财 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神和我自己 还有神给我一切 到时神给我们一切 就是我们有的 你今天处了多少钱 你买了多少衣服 全部都没有了 但到时你就有神 还有你自己和神 到时赏赐给你的 那你有神 我真的要珍惜我的命 因为将来你就是 拿着你的命 你有的就是你的命 你的命是怎么行神的 我就珍惜我的命 我可以如何祝福人 大家想一想 你所有就是你的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自杀 有些基督徒都跟我说 我想死了 就是不少数的 很多人跟我说话 他们都说我想死了 我想过死了 但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宝贵 就是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善用任何时间去参认神 欣赏自己的进步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一步步 越来越充满 只是你做这些部分做得好 你已经会释放 无论你的情绪 什么邪灵都好 已经会释放 不过我们都会跟着 几堂一路连续 逐样逐样去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帮助大家 不单止你释放 你要帮人 当有一个人请你 我们会发觉 很多人找我们做释放 看他的生命 第一 你观察他的态度 他的表情 他的言语行 是看到他整个生命 是有很多破坏的地方 就是那些人找我们释放 你看到他憂愁 烦恼 或者是很粗魯 好像里面没有什么平安 看下去都看到 一说的时候 都会说出很多问题 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破坏 我希望大家今天 相信神会将我们重整 去修理 好 这时候我们就会分组 去讨论 讨论什么呢 就是有些什么 你选择上高的六样 或者你不是这六样 是什么拆毁你的 然后下面那里 我们能否做到下面所说的 就是我们如何修复和神关系 上面说到什么拆毁我们和神关系 有什么难阻的 你可以说出困难 大家去讨论 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可以分享或者讨论 然后我如何活出神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下期见